Guys 今天是折叠机 day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Office公司的楼下 准备上去摸一摸他们家最新要发布的折叠机 HONOR MAGIC VS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HONOR第一代折叠机叫做MAGIC VS 它是这样XX的开的嘛 但是现在来到第二代 我以为它会叫做WXYZ 结果没有 它叫做MAGIC VS 才是special啊 不然就small咯 但很显然 它是第一代折叠机的优化升级版 它会是更高spec的 我们走 一点上去看看 等等等等 你看我拿到什么 HONOR MAGIC VS 听说它是全球最轻的一个折叠机 261g罢了 它要比Samsung Z Fold去哦 它要再轻1g OK 我们现在来开箱 漂亮的它盒子 哦 变成蓝色了喂 这个蓝色有点像是活面蓝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质感是磨砂质感 不沾指纹的那一种 我来看一下盒子里面有什么gen 这个没有了 看电池多少 66W快充 Gable 不要看 哦 开心 哦 开心是蓝色的耶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蓝耶 水 要怎样带我想一下 呃 带着一根 就只带这一色啊 总不可能带在screen那边了吧 盒不盒子不重要啦 手机才是主角耶 我拿到的是青蓝色版本 外形上虽然跟一袋是一样 但还是OK美的 镜头设计还很特别提 好像整架Nokia 7610P了上去这样 你熟悉的感觉 不是犯傻的咯 关起来的状态屏幕 6.45寸 打开7.9寸 21比9长行比例 90%的屏占比 经过我的少少整理 这次的Magic VS可以分成四大升级 第一就是屏幕 不是尺寸大小啊 而是注重在看手机看得舒不舒服 这是新装的Dynamic D-Main 还有Circadian Night Display 一个自动调光可以减少眼睛疲劳 一个更景 可以减少蓝光 改善睡眠质量 这边可补一下 手机发出的蓝光是会抑制人体分泌退黑激素 也就是睡眠激素 这个东西少了 睡眠质量就不好了 第二处理器 Honor Magic VS处理器升级了一点 从Snapdragon 8 Gen1升级到了8 Plus Gen1 性能 续航和发热都应该有明显的提升的 虽然没有用手 就是最新的那个8 Plus Gen2 但是做人不能太谈心啦 对于VS这个小改款来讲是刚刚好的啦 你们最想要看的画面来了 暴力测试吗是不是 来了 不够暴力 还好暴力 哈 还好暴力啊 这样 再来 哇 听到那个声音吗 OK 反正就是可以 400次 诶 四百千次 但是无可否认 它的gap上去的时候 那个声音哦 诶 是好听的 它不是那种很粗暴那种 它是温柔的 daptation 轻轻关车门的那个感觉 这边呢它就做了一个磨砂的处理 但是哦 角链的位置它这边 它我觉得是钢琴烤漆的这个材质 但是它做了屋面处理 所以你磨上去它是平滑的 是亮面的 但是又不沾指纹的那一种 第三 角链的部分 这只owner敢敢将角链支撑 结构的组件数量 从92件 到4个 减这样多 更轻了 会不会更发酷了 但是哦 owner 宣称耐用性不变 可以承受 400千次的这个折叠 每天折100次 都可以用10年的那种 原因 就是用了新的 鲁斑零死轮 不懂是什么不用紧 反正可以做到更轻 更坚固 就是因为它了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地方 它是处理的不是太好的 就是悬停的方面 我不懂这个是不是折叠机的统兵 就是哦 你看哦 现在是180度平方嘛 但是当我熬到这样子的时候 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边大概是120度 110度 但是当我放到90度的时候 它会悬停 但是它会慢慢再掉下来 除非我少过90度 可能像80度70度的时候 它就会准确的停下来 第四 电池 我宣布 owner MagicVS 折叠机界同级别 最大电量的5000毫安 鼓掌 最后就是摄像头啦 54MP IMX800主镜头 8MP 3D 光学变角 50MP 超广角和微距 我右手这个就是上一代的Magic V 然后左手就是这一代的Magic VS 我们看看它们今天有什么差距 首先镜头就已经长得不一样了啦 一个长得像Nokia 7610 一个是正常的长型 材质上面也是不同 我个人是更喜欢一代的条纹 它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因为我拿到的是普通版嘛 过后貌似Magic VS 会有素皮款啊 金色款等等 然后转去前面 正面的话 我觉得一代看起来更宽一点 Magic VS 会更修长啦 自拍镜头一样的挖孔 刷新率两者都是120Hz 顺畅度没有问题 拍照部分从像素来看 Magic VS 比上一代好像有点小downgrade 但是拍照不是看像素的嘛 是看油画好feel的 吃点有机会再跟大家实测相机这部分啦 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咧 所以我们目前能够测试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未来等我们拿到实机了之后 我再给你们test更多啦 至于这台手机 Honor Magic VS 到底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开卖咧 是有这个可能的 我们就敬请期待吧